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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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对不对? 然后关系代名词省略掉之后 后面的动词会变成V-I-N-G 那这边跟关系代名词省略掉的 那个步骤非常的像 我把and跟主词 把它省略掉之后 我后面的动词必须变成V-I-N-G 所以我必须把这边的hoped变成hoping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更简洁二要 我原本是and he hoped 直接变成一个字叫做hoping 所以整个句子变成下面的这一个句子 他说Jeffrey apologized to Tim hoping to make up with her 所以这边后面逗点 后面加一个分词V-I-N-G 因为它是主动的 所以是V-I-N-G 这个面题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我们看第二个句子 Many people started to boo loudly and they were angered by what the speaker had said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样我们再注意一下前后两句 前后两句的主词也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Many people 后面的主词是envade 前后主词是一样 因为这边envade指的就是前面的many people 然后呢他用个and 连接前后两个完整的句子 没有问题 那我们要把它改成分词勾句 要简化一下咯 第一个步骤 我们把and把它去掉 第二个步骤呢 因为前后主词一样 所以可以把and后面的主词把它去掉 然后如果把它去掉之后还记得吗 后面的动词必须变成ving 那后面的动词呢 刚好是b动词 那我们在前回有讲到咯 如果它是b动词的时候 我可以改成一个字叫做being 接下来我可以把being再把它省掉 所以整个句子变成下面这个很简洁恶药的句子 Many people started to be loudly angered by what the speaker had said 那我把这边的那个分词把它画起来一下 那各位同学可以注意到 在第一句啊 逗点后面的分词是ving 在第二句 逗点后面的分词是pp 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第一句的那个ving表示主动的 然后呢第二句的那个anger是表示被动的 因为他对于那个讲者所说的话呢 感到愤怒嘛 被他激怒的嘛 所以他用的是pp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句 来第三句各位同学帮我画信号下 第三句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下第三句 we stood at the crossroads and we didn't know which way to choose 这边出现了一个否定 来你帮我那个 帮我把那个didn圈起来一下 他是否定的 那我们要怎么改呢? 第一个步骤我们先看一下 观察一下 and的连接前后两句 这个没问题 好,我一样我把它画起来一下 and的连接前后两句 而且前后两句的主词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把and把它去掉 再来我可以把主词把它去掉 好,接下来比较难的就是这边 这边因为他是否定的 所以我直接写一个字就可以了 如果是否定的话 我直接写一个not就可以了 not写完之后呢 后面就写ving v-i-n-q一样我把那个no 改成knowing 变成vi-n-q 所以整个句子变成下面这一句 we stood at the crossroads not knowing which way to choose not knowing 这里非常的重要 来我特别把它画起来一下 not knowing ok 好,所以我这边呢 最简单的一个统整一下 如果一个句子啊 它是两个对等词句的话 有and的连接前后两句的话 变成分词构句之后 它会变成这样 前后两句的主词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把那个and去掉 主词去掉 然后呢 后面会变成vin-q 对不对 会变成vin-q 那如果呢 它是被动的话呢 后面就会变成pp ok 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后面有可能会加形容词 可是我们这边的例句没有写到形容词 那各位同学可以帮我补上去一下 它有可能会再加一个形容词 那如果它是否定的话呢 来我这边重写一下好了 我先写清楚一点点 如果呢 它是否定的话 会加一个not 我都写个not 我写个括号 ok 那如果是主动的 就是加vin-q 被动的话就是加pp 那有可能会加一个 形容词 这就是 对等值句简化成分值构句的形式 好我们这边都讲完了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它句型的部分 以及它说明的部分 就很清楚了 来我们看一下它句型的部分 主词 动词 逗点 有时候可能没有加逗点 没有关系 and 主词再加另外一个动词 那各位同学你会注意一下 这里一个and 连接前后两句没问题 可是变成分词构句之后呢 它会变成主词 动词 前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然后呢 后面会加个v-i-n-g 或者是pp 那我在下面的整理写的比较仔细一些些 因为它这边没有列到否定 那各位同学可以把下面的这个 我写的部分可以把它写下来 做一个笔记 好 那我们再多做一些练习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题目的部分 各位同学可以跟之前一样 先按一下暂停 看一下你知不知道应该填入哪些字词 好我们看一下填充题 第一题 His father died 他的父亲过世的 而且留下留给他一大笔的遗产 那留给他一大笔遗产 也是他的父亲嘛 对不对 好了我先写一下 他原本长的是这样子 His father died and he left him a big fortune 他本来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因为前后主词一样 所以把and的去掉 he去掉 所以这一格要填一个字就是 leaving l-e-a-v-i-n-g ok leaving 因为他是主动的哦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sandy left the meeting room sandy 她离开了会议室 而且呢 怎么样 she would come back soon 她说她很快会回来 那请问你哦 她原本的句子长怎么样 我们不用写的 我们来念一下 本来的句子是长的是 sandy left the meeting room and she said 本来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把and的去掉 she去掉 变成saying 主动的 所以是saying 接下来看一下第三个句子 the superstar boarded the airplane 她说那个巨星呢 她上了飞机 然后怎么样 wave goodbye to all his fans 对她所有的这些歌迷啊 或是影迷呢 就是对他们道别 那请问主词都是the superstar 所以她原本长的样子 逗点后面原本长的样子是and he waved and he waved 本来是这个样子 那把and的去掉 he去掉 变成waving 主动嘛 对不对 接下来看一下第四个句子 the boy rushed in 她说那个小男孩呢 很快的跑了进来 怎么样 as there was a fire nearby 那我们这边可以直接写的吧 答案写的是 答案写的就是telling OK 没问题了齁 来我把这边的分词 都把他画起来一下 由对等子句所简化而来的分词构句 逗点后面写的是v ing或者pp 那刚好一到四句他是主动的 所以都是v ing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第五句跟第六句的部分 the boy began to speak great confidence in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这句话应该还蛮简单的吧 这题要写什么 来想一下 这题要写的是 答案写的是a 分词构句要写的是a 前后主词一样嘛 所以要写的是showing 那我们看一下哦 你看一下猪选项 猪选项对不对 如果你写的是and she 这样好像不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是过去试啊 那你前后时代也要一次吧 那如果你要写的是猪的话 你总是要写个and show的 这样才可以嘛 所以猪不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六题 Robert watched the boy solving the math problems 怎么样 by his unusual talent 那个Robert呢看着这个小男孩呢 解的这个数学问题 对这个他非凡的天赋呢 感到无比的赞叹 那我们这边呢先写一下哦 他应该长怎么样子 来我们写一下 本来是and he 这边的he就是Robert哦 and he was amazed 这边要注意一下哦 这边是指感到怎么样的 所以要写的是 and he was amazed by 好 那因为前后主词一样 and去掉 he去掉 was变成哪个字 变成 being不见了 所以这题 答案选的是 b选项 所以这题呢跟你讲一下哦 到底的后面有可能加一个pb 表示被动的时候 可以加一个pb 那一到五句呢 都是加vng 好 这个由对等子句 所简化而成的分子构句 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一个非常重要的 比较的部分哦 这个部分呢 是在学测非常非常爱考 只考一考过了 等一下我给你练习题给你看哦 那我们看一下说明的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说明的部分 由对等子句简化而成的分词构句当中 分词之前一定是完整子句 来你看下我上面写的部分 来看一下上面我所写的部分 没有错嘛对不对哦 在分词之前的逗点前面一定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一定是一个完整句子哦 我在讲之后一定是完整句子哦 换言之前句如果不是完整的子句 后面就不可能是分词构句 这句话一定要把它再画起来一下 那我再念一次哦 如果前面 逗点前面它不是完整的子句 后句就不可能是分词构句 好那等一下我们从题目来练习 会更清楚哦 那我们看第二个说明 在学测跟指考之中呢 都曾经出现看似分词构句 但实则不是分词构句的题目 同学们呢务必一定要注意这类的题目 以免掉入陷阱当中了 我们看一下地区比较部分就会比较清楚哦 我们看一下A区 他说呢 the tornado swept through the area 那我们先到这边 他说呢这个龙卷风席卷的这个区域哦 我问你哦 在逗点之前的这个句子 它是不是完整的句子 你回答我一下 它是不是完整的句子 这个龙卷风席卷这个地区 这个句子好像是完整的 对不对 那后面呢加了一个destroying 它破坏了twenty houses 毁坏了twenty houses 那这边用的是vi in 区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由对等词句 剪刀而成的分词构句 它原本长的样子是and it destroyed 本来长的是样子啊 对不对哦 那前后组织一样and去掉 it去掉 所以destroy变成destroying 完全正确 好 那我再画起来的时候 这个部分我再画起来一次 你会发现啊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它是完整的句子 你有发现吗 它是完整的句子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句子哦 b选项哦 b的这个句子 the tornado that swept through the area destroyed twenty houses 我们看一下 在destroyed 我把它画起来一下 destroyed这边很明显 它是一个动词 好 那前面呢 the tornado that swept through the area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吗 这个句子不完整哦 怎么说呢 来你看哦 我把这个that swept through the area 整个把话刮号起来 你会发现啊 后面的这个部分 that swept through the area 整个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用来限定前面这个the tornado 对不对 所以整个句子的主词 就只有一个字叫做the tornado 动词就是destroyed 所以那个动词destroyed 是整个句子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动词哦 所以我这边不可以写destroyed ok 因为destroyed的前面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所以你看下它说明的a句 原句为the tornado swept through the area and it destroyed twenty houses houses 因为前后主词相同 所以后面我可以改成分词构句 啊你有发现吗 那个destroyed的前面 是一个完整的词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b句的说明 本句的主词呢 是the tornado that swept through the area 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因此destroyed 是这个句子的主要动词 然后呢 下面说明的部分是destroyed 前面并不是完整句哦 好各位同学现在大概一定有记得 基本的概念了对不对 来我们再多看一些例子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c跟d 这两句的比较 第一个句子 see Ian is reading the story surrounded by children 来哦我们看一下那个 surrounded的前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ian is reading a story 对啊这个句子是完整的句子 没有错嘛 那为什么这边是surrounded呢 来我们来改一下 本来的句子是and he he 这边he就是ian哦 and he is surrounded by children 前后主词一样 and 去掉 he 去掉 is 变病 不见了 所以它变成分词勾句 变成surrounded 可是你看一下 猪这个句子哦 ian a great storyteller is surrounded by children 这边的a great storyteller 整个括号起来 他是一个同位语 用来补充说明前面这个ian 他是谁 他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哦 那所以呢 ian是一个主词这个问题 那那个is surrounded 是完整的动词哦 你不能写ian surrounded by children 这是不对的哦 因为这边是被动态 被动态一定有B动词 再加上TP 好我们看一下说明的部分 C句原句为ian is reading a story and he is surrounded by children 那因为前后主词相同 所以我可以把后句 改成分词勾句 也就是把and的he跟is 都去掉 变成surrounded 那你会发现 surrounded的前面 是一个完整的词句 再看一下猪这个句子哦 本句的主词是ian a great storyteller 是一个同位语 因此is surrounded 是一个这个句子的主要的动词哦 那这个is surrounded 前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词句哦 好各位同学 现在大概已经理解这两个 句型的不同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题目 来练习一下 这是104年学测的题目 好104年学测的题目 我这边画一下哦 不知道各位同学 这样子在萤幕上能不能看得清楚 我把这个句子画起来一下 104年学测的题目 那这个题目呢是课漏字 他在讲的是太极拳哦 然后在这一个 这一题的前面呢 就讲了太极拳的一些动作啦 什么白鹤亮翅啊 还有匀手啊之类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句哦 他说呢 these movements 他说这些动作呢 forming an exercise system 然后第18个 want to effortlessly experience the vital life force or the qi the energy in one's body 他说这些动作呢 好我们看哦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 forming an exercise system 你会发现这边呢 forming an exercise system 是一个分词 对哦 these movements 他本来是长这样子哦 which form 他本来是一个形容词词句 which form an exercise system 他本来长的样子 这个样子哦 所以主词是 these movements 那豆点后面 我是不是应该要给他一个完整的一个动词 对不对 好 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动词才对 所以这些动作呢 会使一个人 这边的one就是one person to effortlessly effortlessly 就不费摧毁之地底 然后能够体验生命的一些流动 那这个生命流动呢 就是气 这边的qi 就是我们讲的气 然后在身体当中流转 那你想一下哦 these movements 是一个动词 sorry these movements 它是一个主词 那我这边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完整的动词哦 要记得完整的动词 为什么 因为这一格18格的前面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嘛 对不对哦 所以这一题答案选的是A OK 好 不会选B嘛 因为these movements 是复述的 所以B不对 那这边呢 他也不是用过去式 所以这一题答案选的是A 其中不能写 allowing 这样不行哦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这一题我要怎么样改 它可以变成是 allowing 这个答案 我可以写这样哦 你看一下我这边写的 我把这个都把它清除掉 然后我写给你看一下 怎么样会比较清楚一些 我可以这样写哦 请你看一下我的画面哦 我如果这样写 these movements 这一些动作 these movements form an exercise system 写完了 然后再写一个斗点 然后第十八个 one two 点一点 好 如果他的题目变成这样子 these movements form an exercise system 斗点 那你发现啊 斗点的前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一格答案选的就是 输入这个答案了 就它写 allowing one OK 好啦 这是这一回的第二个高品句型 讲的是第二种分词构句 第一种分词构句 是由形容词指句 所简化而成的分词构句 第二种分词构句呢 是由对等指句 所简化而成的分词构句 那我们在下一个单元 下个unit 会再讲到第三种分词构句 预告一下 它是由负词指句 所简化而成的分词构句 那各位同学 在进到下一个unit之前 一定要赶快复习下 这两种分词构句 Alright That's all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都看到这里了 还不扫描QR Code 或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加入龙腾高中生 以获取更多升学相关资讯哦 4 5 5 5 6 6